就在台北的林小姐问这句老师 她说她最近住家的右边有建商 正在如火如荼的盖大楼 她很担心除了施工的吵闸山之外 会不会也对她自己的房子的风水 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如果真的有影响的话 我该怎么化解呢 这句老师 其实从住家来讲 特别在台湾呢 以各自为政的一种环境里面 她的一种右方一旦动土以后 那就是我们可以讲 从中国人的思想来讲 白虎边有问题了 如果她的盖房子压了白虎边了 那以后你的威力威势 就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那如何去化解这个呢 怎么去化解呢 人家盖的什么样你还不知道 这些你要去到楼下去看图 要去了解 在它动工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把这个东西化解的 我们家的龙边要顺着什么呢 顺着你的房子而穿堂而过 这时间不是我要化解你了 是你要化解我了 那这是该怎么做的 我们可以讲 一旦有这样的左右之间要动土了 甚至我们讲后方动土了 前方都要有个特点 那我们可以讲中国文化的四项 玄武朱雀 青龙白虎 在这时间你要开始做了 在你家的右边 对着这个建筑物 你要弄一个什么 弄一个同质的小盆 这个同质小盆 而就像我们以前可以一摸水在里面跳动的脚盆一样 你把它放在以后每天加水 水不能换 一直加 加它盖成了 你把水泼出去 从这个方向泼出去 就自然而然的化解了 有人说你为什么可以能化解这个呢 它为何呢 就是我们可以讲 你不管你再打动 从我的脉气过去 你不能营养到我 我是先 你是后 你再大的建筑物 我要从你底下穿过去 所以这盆水就告诫你房子的四项 而如何去化解这个 如何从那里冲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每天加 每天你盖一年我加一年 等到你盖好了落成的时候 你上凉的时候 对不起 我把水泼出去了 送到你的方向一泼 自然而然你的脉气没有断 自然而然它对你影响就减少了 不管它的一种阳光就遮到你了 你见到它要拐弯 都不管 只要你家的脉气不充坏 就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跟这个新大楼 我们等于是长期抗战 为什么有些大楼盖好多年呢 那我们这个处理这事情呢 也要跟着它 随着它们盖好以后 我们才能做这些化解的动作 所以这个过程中 真是每一天都要非常小心 那这些老师 还有有很多的大楼 他们在改了 在建 那其实他们要经过一个拆房子的过程 然后之后才建 这时间是很长的 那么就是如果做这个新房子 比如说我跟大家都是同样建商的 这个一起买 但是它有一期二期三期 那我可不可以等到它所有期都已经结束了 我再搬进去呢 这盖房子没有这个关系的 当一期盖好的时候 已经卖完了 你要等到三期 那何年啊 那这些你就可以搬进去 搬进的时候 它在盖的时候 你就要用这种方法去调整 那盖的时间呢 这时间呢 在调整的时候 你还要根据这个 它的一期二期的形象 对家里装修 也要进行调整 好不然你的画的内涵呢 因为我每个这客厅里有个大的画 这画的内涵呢 你家里有些摆件呢 有些那种雕塑啊 你的玄关怎么样的安置啊 在这里就要调整了 所以我们可以讲 房子的整个室内 我们讲居家美学的概念 叫天人合一 周边合一 人房合一 那这13个合一以后呢 就是最完美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讲 你买到就可以住进去 住进去要调整 要调整的同时 一定要了解周边的关系以后 才能调整 为最好 最适应 今天要继续带大家来认识天津 天津的海河的业景 是不少旅人的首选 那我们请加分来 帮我们介绍一下天津的海河吧 好 其实这个天津的海河呢 其实这海河啊 又叫做孤河 而且呢 在整个天津市来讲 它有像玉带一样 把整个天津市串联起来了 而且呢 包括了这个当地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桥一景的这样一个特色 原因就出在呢 其实在之前呢 天津曾经经过一个整建 那么当时呢 就有一批的这个桥梁 是新盖好的 所以很多的观光客 甚至是台湾的好朋友呢 都会到这个天津这边来 而且就是专门要来看 这个一桥一景的 到了晚上之后呢 除了白天漂亮之外 晚上夜景更浪漫了 在旁边的照片上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圆圆的 很像是摩天轮的 这样的一个夜景很漂亮 很多的情侣呢 到这边 你可以看海 然后晚上吹着点凉风 又可以看到 这个摩天轮的夜景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哇 好棒 如果说是这个 在恋爱中的热恋的男女啊 或者是小夫妻啊 到天津去游的时候 已经要看看他的夜景啊 当然我们节目 也实地走访了 天津的海河 我们透过VCR 带你来一探究竟 生活你我他的朋友们 大家看 我们在海河上游走 有没有像高雄的爱河呢 有点像吧 这就是它的特点 城市与城市之间 它有个关联 城市与城市之间 它有个魔法 我们的天津 我们可以讲 猪界 在这里形成九州的猪界 那么我们整个的左右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兵营啊 各个的这个洋行啊 甚至于大桥 都一一物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到没有 在海河漂亮呢 还是爱河漂亮 都很漂亮 让我们知道 高雄现在是全世界都瞩目 一个城市 那为什么瞩目呢 因为它有爱河 那天津有海河 所以我们在这里 去体现一下 天津位是如何建造的 为何叫天津位 天 天后宫的天 金 皇帝的渡口叫金 位 是整个北京城的卫物 就这么样形成以后呢 就形成我们讲天津位 但是怎么样的去论证 这个天津位呢 我们也可以讲 先有天后宫 后有天津位 这就是它特别 所以我们到这里 看了半天 这完全是一个 很完美的效果 完美的感觉 大家体会一下 大家感触一下 刚才VCR中 建军老师说 它是个很完美的这个景 完美在哪里呢 那前面你又提到了说 天津跟高雄 也有点相似 那相似之处在哪里呢 建军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吧 看到没有 在海河漂亮呢 还是爱河漂亮 都很漂亮 让我们知道 高雄现在是全世界都 矚目一个城市 那为什么矚目呢 因为它有爱河 那天津有海河 所以我们在这里 去体现一下天津位 是如何建造的 为何叫天津位 天后宫的天 金 皇帝的渡口叫金 位是整个北京城的位物 所以这么样形成 以后呢 就形成我们讲天津位 但是怎么样的去论证 这个天津位呢 我们也可以讲 先有天后宫 后有天津位 这就是它的特点 所以我们到这里 看了半天 这完全是一个 很完美的效果 完美的感觉 大家体会一下 大家感触一下 刚才VCR中 建军老师说 它是个很完美的景 完美在哪里呢 那前面你又提到了说 天津跟高雄 也有点相似 那相似之处在哪里呢 建军老师 帮我们分析一下吧 天津呢 我们讲海河 天津呢 整个城市的一种建设呢 是先有 先有什么呢 先有天后宫 后有天津位 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天后宫呢 因为它是陆地 跟海进行交接的时候 毕竟天津呢 我们讲的盘山 盘山是整个天津 那个最大的后方 盘山之下来之后呢 有五条龙脉 这条五龙脉是陆地上的水龙 顺势而下 就到了天津了 那这是天津的特色 在哪里呢 就是海陆交接 那海陆交接以后呢 它在整个城市的建设当中呢 以这条河而为两旁而建设 就是海河 那你看看 是不是很特别呢 而我们的高雄呢 高雄呢 高雄也是陆海交界的地方 那这些人 它有几条河 而会到大海的这里形成 那这些人 它又有什么 它有爱河 那么爱河其实在早年的时候 也是被什么被污染的 最后整理之后 现在产生了爱河的风光 那么天津也是 以前海河也是泛滥 也是进行整合以后呢 形成了天津的海河的风貌 那么所有与海的有关心联的人 他们的民俗 民西和民风 都是相近的 那这就当有了河的时间 两岸的百姓和文化 进行交流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有桥呢 那自然而然有桥了 那么天津以前是九国的租界 它的桥的各个国家的风味 自然而然就带过来了 这一带过来以后 它们那种形成了文化的基层 那么我们可以讲 高雄也是 高雄的爱河的两旁的桥 虽然没有天津那么漂亮 但是也盖得极其特别 而产生了爱河两旁的文化的交流 和爱河两旁左右之间的关系 而形成了 这就是它的特点 所以我们去了这种 我那天呢 是跟着颜青彪 我们一起在海河上在行走 颜青彪就说 真棒 我说怎么真棒呢 我说五六年没有来 天津成了这个样子了 我说这就是什么呢 中国在整个世界潮流里面 现在在那种主导作用 那么中国大陆 有了天津那种风范 那你看它像哪呢 它说哎呀像高雄啊 我说相关又有什么特点呢 它说民俗民心民风都一样 同时在那里放烟火 同时在那里游这个游游游河船 这就是它的特点 所以天津美 高雄一样美 人家说啊海河也是天津的母亲河 所以天津人都会称自己是海河儿女 而横跨在河上呢有数十座的桥 那我们就请嘉费来帮我们聊一聊 从此也帮我们介绍几座非常有名的桥 好因为在天津这边呢 其实有刚刚提到了一桥一景一特色嘛 所以大家其实观光客呢都很想要来这边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上其实有很多很著名的桥哦 包括了这个北安桥 还有大光明桥跟赤峰桥跟旁边的这个永乐桥 其中这个永乐桥可以特别的介绍一下 因为呢它其实是盖在一个桥梁上 还有这个摩天轮它是合在一起建造的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商业设施 所以来到这个永乐桥这边呢 你除了可以走桥然后看夜点之外呢 还可以搭摩天轮 其实是真的很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包括了金刚桥啊 还有金汤桥 甚至进步桥跟解放桥 那么底下这两个桥可以多加介绍 因为这个进步桥 有没有看到它的形状 很像是一只鱼呀一只飞鱼 从水面上这样要出来 所以非常有特色 还有你从侧面看过去这个桥身呢 很像是一个子弹列车的形状 所以呢这个侧身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的 而这个解放桥呢 是算是天津市里面来讲 非常重要的桥梁之一 怎么重要的话 其实它在之前呢 是在一个法租界的出入口 所以它在这个交通上来讲 其实当年的天津 没有那么的交通便利 因此他们就邀请当时的政府呢 特别在当地盖了一个这个解放桥 而且在名字上面呢 也有一些特色 因为之前是叫中正桥 后来呢 因为天津解放之后呢 又把这个解放桥的名字 改成了天津桥 所以说解放桥是有一个年代 有点久远了啊 但是天津老师 桥梁在城市的建设风水学上面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桥梁的多寡 对于这个环境 以及风水上面 有什么些影响呢 桥梁是沟通两岸的生活的一个根本 那你说是不是特别呢 那另外一个解放桥 是原有的法租界的进口 法租界进口呢 这时间形成了一个 我们讲的这种铁桥之后呢 又可以开张 它的特色在这放了以后呢 在最近前几多多年 在整个桥的 这个叫老龙头 老龙头呢 加了个大表 这个表意形成了以后呢 天津的领导 自然而然高升了 所以在整个天津来讲都知道 在天津来讲 说有一个特定的建筑 而促成了特定的进步 那么也可以讲 在有一个姓张姓的一个 这个书记当任的时候呢 他盖了一个塔 这个塔扔上盘上去走 盖完以后就病了 盖完以后就走了 那这些人们下一年 你看这是不好塔 就把它给拆掉 又盖了一个塔 那这是什么 整个天津建设 按照中国文化的概念 而进行了天人合一 这是它的特点 所以你看见没 在这个老龙头火车站呢 有了老龙头火车站的广场 而这边放了个大表 表正对着 可以起伏开张的解放桥 那这时间 为什么它的领导能上去呢 它的特点在这里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有个圆环 有个我们讲的那种摩天轮 摩天轮在墙上以后呢 又造成了整个天津的进步 天津领导又什么了 又进步了 所以这时间 一个城市的发展 一个城市的建筑 它很多的一种特定的建筑 而形成了城市文化的提升 很多周边的关系 城市的规划做对了 它也成了什么呢 成了整个城市文化的涌存和延伸 所以永乐桥盖的特不特别 也特别 那这一个特别就造成了人们 对天津的更加重视 说桥梁是城市的灵魂 有的桥梁将整个城市的麦气 相接以后 就有它的整体性的特点 所以桥梁在城市规划里面 就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就前天讲过 在纽约 对不对 有曼哈顿桥 有布鲁克林桥 虽然它六十多的桥太多了 我们不讲那么多 就讲那两座桥 这两座桥就成了整个曼哈顿的特色 说天津一样 天津北安桥 永乐桥和解放桥 出生了天津 在中国的整个建设当中 利于什么 利于让每个人都观众的一个地方